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海的永家路 现在呢 我要带大家去瑞士 对 是要去瑞士 我马上走吧 Let's go 瑞士真的好冷啊 我们还是回上海吧 瑞士真的太冷了 还是上海比较暖和 这样好像不太好 出去旅行还怕冷 要不还是回去吧 Let's go 这里好像是卢塞恩耶 而且这边有人在吹乐器 蛮好听的 大家有没有听到 我觉得我这样直接飞到瑞士好像不太好 会让大家知道我其实有超能力 所以的话 我们还是回上海再坐飞机吧 现在呢 是早上大概八点多 我们今天呢 要坐车去卢塞恩 然后今天下午的话 卢塞恩刚好放晴 所以今天下午呢 我们会在那里玩那个柳森湖 还有那个瑞吉山 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苏利市的天气有点阴 我们现在呢 要去火车站 Let's go 我们现在呢 已经到了苏利市的中央火车站 现在呢 我们要先去买到卢塞恩的火车票 然后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果你在瑞士坐公交车 或坐火车的话 是没有人检票的 所以理论上来讲 你可以逃票 但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 如果你被抓到的话 要罚一百元的瑞士法郎 也就大概七百块人民币 而且的话会很丢脸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逃票 我们现在已经登船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绕着卢森湖一直开 然后开到一个地方 可以爬到瑞吉山 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有好多天鹅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废磁脑 然后从这边呢 我们要坐这个登山小火车 然后就上山 现在越到山顶的时候呢 雾就越来越重 然后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然后我们刚从那边云下面穿上来 穿上来的时候就真的超级惊艳 现在在瑞吉山的山顶看下去 下面一片云海跟一片雪山 真的很漂亮 这边有一只在雪里打滚的小狗 你手套掉了 你的手套掉了 现在呢 我们要坐这个slash 滑到山底 你们准备好了吗 Let's go 我说是什么 我的天啊 Fu!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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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大家一个很悲剧的消息 我刚不是一直在划下山吗 然后我是从山顶的另一边划下来的 因为我看很多人划下来嘛 然后划到半山腰 发现这里锁死了 也就是说 只能从另外一边下山 然后我现在是在 另外一边的山下 现在就被锁住了嘛 然后就悲剧了 现在我要 从山腰爬回山顶 再坐 最后一列的火车下山 但问题来了 最后一列火车现在是 5.04下山 现在已经是4.40分了 但是这里的风景 真的漂亮 我一个人独享风景 刚滑雪下山的 大姐姐跟我说 原来那边是有一条路的 我只是找错路了 我现在可以沿着 她的轨迹滑下山 那我就可以放松的 欣赏日落 既然大姐姐说可以下山 那我们就继续下山吧 Let's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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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w down Slow down Slow down 这边旁边就是悬崖 我要是掉下去就叽叽了 哦哦哦哦 啊啊 哇这里要减速减速 减速减速 这里右脚要用力 左脚用力就摔下悬崖了 右脚要多用力右脚 对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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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机叽叽了 相机差一点就掉下去 我刚划下山的时候摔倒了 相机差点就掉下山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还有多近就要掉下去 这里就是这条绳索 再掉下一个就救不回来了 各位我刚转过来看了一下镜头 镜头已经出来裂了 虽然好像看不太出来 但是镜头已经裂开了 像你们刚买的 谢谢 我现在终于找到了列车 现在在下山的一个中转站 在这边我要坐车下去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日落真的超级美 超级超级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坐下来